好我们来看到在昨天台北市长的电视频论会还是离不开只是抗中牌 那么民营党高举的抗中保台 现在呢蓝绿攻防都针对这个问题 民营党候选人陈时中就来点名对手蒋万安 黄山表示说这个两岸关系啊就被这个蓝绿啊这个拿来 这样子他也认为说就看到蓝绿二斗 不过蒋万安也反批说民营党就是绿能不能就是双标 好我们来看到了在这个部分呢先来看到 媒体的代表提问这个是三立 三立主持人李慧敏就要来问问了 问问说是不是呢支持中国统一如果答案否定的话 有没有具体的做法跟策略还有面对经济动和 如何捍卫民主自由跟捍卫首都安全呢 那这个部分呢他也来回答了 那么同时呢也直接来打民进党说是绿能不能一路走来 都是一个双标绿共一家亲所言不假 好那民党的部分当然啦就是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陈一忠说这就是我们的DNA 不过黄珊珊就来大酸以下了 他也说呢这个蔡英文总统台说期待解封能够来恢复两岸的交流 就陈一忠就说不会来续办双城论坛 是不是在打脸蔡英文这就是所谓的抗中宝台吗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关注那么在coco节部分也来了 甚至呢他说他哭了他说蒋万安连绿共一家亲的脏话都说出口了 这辩论会不是吵架场他说绕半圈 性讲的就是不敢抗中反抗还鬼扯高端 不过针对这样的说法呢大家也来有网友上有一些意见 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什么造神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来看到包含了抗中宝台 到底只有谁可以打只有民进党可以打吗 不过现在说如果说你要杀民进党的话 那我们要杀国民党的话我们也杀给你看 因为在这个部分包含了高端是不是中资 还有呢说到抗中宝台 那么绿营的部分出了一个谁 钟伯鹏啊郑云鹏 被大家发现之前呢你不是去大赚人民币吗 那么这个时候还要抗中宝台 那你不是打到自己人吗 所以呢网红威也说这民进党抗中宝台真的已经是笑话了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像是过去 只要是呢有一些在网红上风向 你就会发现有一人被出征 还有马斯克的这个两国的部分 好大家都在关注 那么前立委临桌水还要认为说 现在民进党总是拿起了抗中宝台 要来当作是一个大招牌 要来当作这个选举的一面大招牌 这个前立委临桌水说 抗中宝台是选举主题吗 他认为在选举史上真的是绝无惊 真的是个奇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 在这几次的选举 只要是讲到选举 只要是讲到政见 达到最后 民进党总是会搬出总是要来卖芒果干 总是要打抗中宝台牌 那么在这个询问的部分 大家也认为说这是做求 做求给陈时中 结果没想到啊 蒋万安是火力全开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三例新闻的提问人李慧敏 大家问问说这个题目应该呢 是想要来杀蒋万安的 结果没想到呢 蒋万安的回答 让大家认为这民营党保不下去了 那会觉得绿共一家亲这一题 被蒋万安扣杀吗 而且周一块来说绿共一家亲是脏话 那这个绿共一家亲 这想蒋万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了 不过他自己的不投降承诺书 也都没有签 他都觉得那些是不重要的事情 那来扣别人的帽子 我想也是不对的 抗中宝台由媒体提问 原本是做求给陈时中 甚至于削减蒋万安 没想到蒋万安反而借此杀求 抗中跟宝台是两回事 民进党的抗中甚至于保不了台 所以在这个部分 昨天蒋万安踩稳中华民国的 立场 我想反而让所有的民众 觉得蒋万安表现非常的优异 媒体人又提到了说 蒋万安讲绿共一家亲是脏话 这怎么是脏话呢 我听不出来任何脏话的味道 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 这些都是代表他们选情告急 他们觉得胜选无望 频频的一个出奇怪的招数 讲错话 这个使得大家更加的坚信了 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蒋万安昨天是通批绿购一家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周一寇说这是脏话 那苏文昌受访的时候 把蒋经国蒋万人都搬出来 还反呛 蒋校园主张三通 结果到中国当买办 到底谁在舔共 那么同时呢 国民党的部分 国民党主义朱一伦也大酸 陈时中像老油条 想要打抗中牌 结果呢 要来掩盖防疫师呢 还问问说 那陆营的测译 怎么不打中国棚呢 带来看 蒋万安自认的祖父 蒋经国总统 在的时候 给我们讲 一定不能跟万二共回来往 是要三部 他都当面跟我握手的时候 都还这样讲 到他的爸爸 蒋校园 我上次当院长 他咨询 却在在主张三通 还去当中国买办 还收台商的钱 说可以瞧 出境的限制 跟财商大官司 还败诉 到底谁在舔共 台湾人一代又一代 互助了这块土地 坚守自己的家园 建设我们的国家 是谁在两岸之间 跑来跑去 抹取暴力 一看就清楚 不必再扭曲 更不要去嘲笑 我们这些很努力 很认真地 互助这一块土地的每一个人 我想很多人看到很摇头 这种就是老油条很滑头的 这种想要闪躲的讲法 对民众防疫的过程 有多少的疑虑 多少的问号 你就虚心地答复 用闪躲的方式 用这样子的一个语言 想要逃避 我想只会看到的就是狡猾 就是闪躲 就是逃避现实 那台北市民不会选这样子的人 当我们的市长 抗中保台 想要遮掩所谓的防疫失能 或者是施政 贪腐无能 我想这市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 而昨天完美更精彩的 大家看到现在全台湾最流行的 叫做中国鹏赚人民币 中国鹏就是郑运鹏在离开立委之后呢 到中国大陆去开公司 赚大钱赚人民币 然后国籍也是写中国 那现在回来又喊抗中保台 那这样子的一个双标 谁能接受呢 另一个侧意赶快打他 赶快用过去对付 所有这样子的艺人的方式 赶快修理郑运鹏啊 中国鹏啊 那我们的高端不是二企业交给 所谓的中资公司 来处理吗 万安杀得真好 讲得真好 这样子的一个绿能 你不能 就是今天台湾的社会 绿能可以做的事情 别人都不能做 然后别人做的就是卖台 别人做的就是错误 这样子的标准 谁能够接受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这不是同 perfume 指寸 fan